神之鼓吹我儿子跟我唱反响 连我的话都不听 你们太过分了 老夫人 她说得对 这里的一切都是于家给的 若姨 给于夫人倒茶 用不着 我嫌你们周家的水 都带着晦气 周若芸 我就是洪子们一个儿子 我们母子相依为名十几年 我一个人辛辛苦苦维持于家的产业 把她拉扯这么大 可是她为了你 天天和我吵架和我作对 她为了你 她的婚姻 她的事业 支离破碎 她这一生全都毁了 全都毁了 全都毁了 尤云 周大孝芸 我求你放过我们家世洪吧 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 我只求你把我儿子还给我 让她娶一个好媳妇 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为于家开枝散叶 我求你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于夫人 请您起来 请您起来 别碰我 爹 于婿 于夫人 查您可以不和 但我有几句心里话 希望您能听一听 如云和世红 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们做长辈的 尤其是我 又不可推卸的责任 终于两家这些年 争来争去 可到如今 我们又都得到了什么 我们是都老了 可他们还年轻 他们应该追究 本该属于自己的幸福 我们千万不能 再让他们留下 痛苦的遗憾 非福之言 请您散思 太迟了 若云现在的身份 我们于家 绝不可能 娶这样的人进门 我不能让别人 在世红的背后指指点点 我不能 我不能让他被人嘲笑 我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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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夫人 我的话说到这儿了 你们好自为之吧 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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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夫人 老夫人 老夫人 余夫人 下雨了 您快点上车吧 老夫人 姑娘 你还坐不坐车呀 老夫人 你再不坐车我可要走啊 雨药下大了 车夫 车夫 老夫人 赶紧回家吧 回家 回什么家呀 我年纪轻轻就守广 为了这个家 我一个女人去要养家 还要守家业 我又多辛苦多艰难 有谁知道 有谁帮过我一把 原本指望孩子长大 我就苦尽甘来了 可是没想到 早老了 还要为了这个逆子 让人休 老夫人 老夫人 我到底还活着干什么 我死了吗 说不定就趁了 那个逆子的心 老夫人 一会儿雨会越下越大的 您也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少爷他只是一时糊涂 我们再慢慢劝他就是了 我们赶紧回家 好吗 我不会 我不会 我不要回去 我不要回去 周家的人欺负我 老夫人 儿子无腻我 连老前爷都折腾我 老爷 我不回去吧 我欺负我 我不会 欺负我 我不会 老前爷 为什么会这样啊 是我心里只有周若云 就算我死了 他也不会为我流一滴泪呢 好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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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快去劝劝老夫人吧 我妈怎么了 从周家出来以后 我怎么劝老夫人 她都不肯跟我回去 雨越下越大 我怕她身子受不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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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妈 妈 是我 你来干什么 你来干什么 妈 跟我回去 我不要回去 我不要回去 跟我回去吧 妈 你既然不听我的话 你就不配做我的儿子 你不是我儿子 妈 妈 你何必这样折磨自己 跟我回去好不好 你走开 你不要管我 你跟我干什么 妈 我求你了 你干脆让我死了 算了 妈 妈 少爷 我已经帮老夫人换好衣服了 我去看看大夫来了没有 我求您别再惹老夫人生气了 他再也进不起折腾了 哦 妈 妈 对不起 是儿子不孝 伤了您的心 可是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做才好 我知道 没有妈 就没有今天的我 您的恩情和辛劳 儿子永远铭记在心 无论妈 要我做任何的事情 我都会去做 除了 除了要我放弃 去若云这件事 妈 我真的很爱若云 我对她的爱是刻骨铭心的 是无法自拔 我 我也曾经想过 你要另去他人 结果 反而造成了更大的伤害 还拖累了 雪梅的终身幸福 妈 您是我最敬爱的人 而若云是我一辈子 想要守护的人 想要守护的人 我多希望我们三个人 能够一块快快乐乐地过日子 可为什么 这么简单的冤枉 却那么难实现呢 我现在 五一的心愿 就是希望 能够和自己心爱的人 相知相守一辈子 如果你还是不肯成全的话 大王 只有青马原谅了 舅舅 您要出门啊 你过来 你想干什么 舅舅 我来的意思 您不是都知道吗 钱已经给了你了 你还想怎么样 就那点钱 够活几天啊 就那点钱 你胃口也太大了吧 这个家都被你偷空了 既然这样 那我找舅妈去 她人头广 本事比你大 站住 她不在 就算她再也不会见你 你滚 好 既然她不在 那我找表妹去 反正这事呢 早晚得跟她说清楚 你要是敢跟若云胡说八道 我跟你拼老命 你没搞错吧你 伤害若云的不是我 是你们夫妻俩 一个逼她招赘 让她勉强嫁给了一个不该嫁的人 另一个呢 隐瞒她的身世 让她至今还不知道自己认错了爹 他在你们周家 受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委屈 可现在呢 现在倒好了 她成了你的摇钱术 可以利用她向于世红要钱是吧 你胡说 我胡说 不让我说也行啊 拿钱吧 堵住我的嘴 要不然 我就让表妹去认她的亲生父亲 吴小若云在她亲生父亲那儿 会过得比你们这儿舒服得多 不用被你们两个没用的老家伙拖累 你给我站住 你 站住 去 周伯父 白云 周伯父 来 老爷 起来 白云 周家已经跟你恩断义绝 你为何还要三番两次地找老爷的麻烦呢 别 别跟她废话 让她滚 我说的是废话 我 我 你要是还想得到好处 你最好马上离开 看来汪庆堂对你还不错啊 把你当心腹 只可惜 你就是找不到 能让你攀附权贵一步登天的公主 想当汪家的女婿 下辈子吧 至此 石宏 老爷就交给你了 我还有事 先走一步 禀枫 周伯父 我先送你回去吧 走吧 �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雪梅 我不是说过了吗 这种粗活我来干就好了 你怎么不听话呀 不哭啊 不哭 果然是雪梅 来来 我来吧 你歇会儿 歇会儿啊 这孩子刚出生不久 风吹日晒的能受得了吗 那就是我跟雪梅的孩子 不哭啊 乖女儿 一会儿妈就喂你奶 雪梅跟我生的是女孩 女孩 雪梅 这儿有我呢 你先回去吧 回去给孩子喂奶吧 好了 乖不哭啊 不哭了 不哭了 妈 若云是我这辈子想要守护她 我多么希望我们三个人能够一块快快乐乐地过日子 可为什么这么简单的愿望却那么难以实现 我现在唯一的喜悦就是希望能够和自己心爱的人相知相守一辈子 如果您还是不肯成全的话 那我只有请马原谅子 你怎么会在这儿 雪梅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得好辛苦 原来你一直躲在秋河家里 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的 除了你 还有谁来了吗 没有 只有我一个人来 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你看看你 瘦多了 这阵子吃了不少苦吧 这是我们的 不 不 这个孩子是我的跟你没关系 好好 孩子是你一个人的 雪梅 让我抱抱孩子吧 你放心 我不会把孩子抢走的 你只要让我抱一抱他就行了 求你了 雪梅 乖女儿 我是你爹啊 我终于见到你了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 你长得这么漂亮 就像你妈妈一样漂亮 雪梅 谢谢你 为我生了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儿 雪梅 回家吧 你爹一天到晚在家里 什么事都不想做 就想着你能够回去跟她团聚 不 我是不会回去的 是她嫌伤害我 背叛我的 我不能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雪梅啊 你爹她知道她错了 她无时无刻地不再责备自己 要不这样 我让你爹亲自来跟你道歉 接你回去 我不许你这么做 你如果敢这么做的话 我就带着孩子走 让你永远都见不到我们母女 行行行行 你别激动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爹 你千万别带着孩子离开啊 把孩子给我 把孩子给我呀 你走 你走啊 好啊 老夫人 您怎么起来了 大夫不是说了吗 您身子还很虚弱 要好好休息 行了 都躺了一天了 老夫人 您也太不值了吧 为了和少爷欧气 您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傻孩子 难受什么 我不是还没死吗 其实少爷真的很孝顺您的 一切都是那个女人怂恿的 她真的是太可恶了 老夫人 您要赶快振作起来 千万不能被她给打败了 瑜伽是因为有我在这儿撑着 才有今天这个局面 周若云 就凭她那点道行 想跟我抢儿子 还早着呢 小卷 你去帮我准备些吃的 好好好 想吃东西 就说明身子已经好了一半了 我去给您准备吃的 少爷 老夫人说饿了 我去给她做几羊 想她爱吃的菜 您进去陪她聊聊 不要再惹她生气了 妈 妈 你还在生我的气啊 我知道您对若云有偏见 是 她是结过婚 生过孩子 可您也是女人 难道您不觉得这样对女人来说 太不公平了吗 为什么男人可以三妻四妻 女人就不能改嫁 妈 现在时代已经在改变了 女人应该挣脱过去传统的束缚 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妈 若云 这一辈子 都是为了别人在委屈自己 我不管她经历过什么事 但她在我的心目中 永远都是最完美 最善良的女人 妈 妈 其实若云跟您很像 你们都是属于 愿意为家庭 亲人孩子 付出一切的女人 我也相信 若云她要是进了我们瑜伽的话 您不但不会失去一个儿子 反而会多得到一个 温柔善良的女儿 当然 如果您不肯成全我 那我也只有放弃去若云 那我也只有放弃去若云 可是我说到做到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再去了 因为没有一个女人 可以取代她在我心目中的体位 我如果没有去若云的话 这一辈子 我宁愿孤单寂寞 你 妈 在没有若云的时候 你也看到了 我有多么的孤单 痛苦 伤心 妈 妈 您既然这么爱我 为什么不能成全我 为什么要逼我 做我不愿做的选择 妈 我真的很敬重您 可我也很痛苦 很无助 算了 我也担当不起断了一家香火的罪过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我不会再阻拦你了 妈 您的意思是 答应我和若云的婚事了 好 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妈 谢谢您 谢谢您成全我们 您放心 我和若云一定会好好孝顺您的 一定会的 经典 你 别 holiday 你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你既然找到他们母你俩就应该把她们带回来嘛 你怎么能由着雪梅的性子呢 不行 我得找他回来 伯父 千万使不得 雪梅说 如果让您知道 他在哪里落脚 他就一辈子 不让我再见到孩子了 可 可是那就眼看着 他跟白元搅和在一起吗 那也只能暂时先依着他 咱们再慢慢想想办法吗 如果他和白元狼狈为奸 继续破坏周家怎么办呢 不会的 我会尽我的一切力量去阻止 绝对不能让这种 姐妹相残的事再发生 况且世红也已经 要和若芸结婚了 有世红保护着若芸 应该不会有事 你说什么 我在回来之前 已经见过世红了 我认为 应该让世红知道一下 雪梅的情况 若芸跟世红的事 于夫人答应了 已经答应了 一定是世红的诚意 打动了老夫人 太好了 老天终于睁眼了 雪梅母女找着了 若芸和世红要成婚了 这剩下 白元这个祸害还没解决 禀方 你要想办法 别让白元利用雪梅 成为她复仇的工具啊 我明白 你们找到雪梅了 她生了没有 生了 你没看到 把禀方给兴奋的 那可是 她刚生了孩子 得有人帮忙坐月子啊 不如我收拾一下东西 去照顾她吧 雪梅不想见我们 她也不想让我们知道 她在哪儿 那倒是 不过有禀风在 雪梅他们母子 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若芸 是不是该谈谈我们的事了 嫁给我好吗 雪梅 对不起 我不想伤害你 更不想伤害你母亲 她那么爱你 这么辛苦地把你抚养长大 我真的不想让她那么痛苦 那就答应嫁给我 跟我一起 孝顺我母亲 听她的话 就把她当作 你自己亲生的母亲一样 雪梅 若芸 你对我还有感情吗 你要我怎么说呢 你明白的 你知道吗 我妈她已经亲口 答应我们两个人的婚事了 她真的改变主意了 我妈是被我们两个人的真情 给感动了 若芸 你现在心里没有别的牵挂了 就请你嫁给我好吗 我 我不知道 若芸 你原本就是属于我的 当我弟燕看到你的时候 就已经爱上你了 我们之间已经虚度了多少年华 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在一块 我真的想要把你取进门 想要给你一个完整的幸福 世红 老天爷总是爱捉弄人 当初让我失去了你 现在又让你回到我身边 若芸 不是每个人 都有失而复得的机会的 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一次 我不想再失去你了 请你当我的新娘好吗 好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老夫人 您看哪儿还需要贴喜字啊 怎么什么事都问我呀 你说呢 不用贴了 你忙你的去吧 是 老夫人 您别生气了 来 喝口身茶吧 妈 这是所有宾客的名单 麻烦您帮我过目一下 看看少了哪些人 我想让他们都知道 我娶了若芸 也希望他们来给我们祝福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你们又不是第一次成亲了 闹得人尽皆知 你就不怕别人笑话 妈 好了 行了 行了 反正我已经答应他入门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件事情呢 你自己看着办 想请谁就请谁 要不干脆在门口摆个流水席 让全阵的人都知道 你于氏洪就要做现成的爹了 好 老爷 想什么呢 明峰啊 我身为若芸的亲生父亲 这辈子从来没给过他什么东西 现在他就要出嫁了 我想给他准备嫁妆 可是 我又怕若芸起疑心呢 老爷 您可以以长辈的身份 送若芸一份贺礼 行吗 周玉萱会不会怀疑呢 不会给玉琴带来什么麻烦吧 一份贺礼就是一份祝福 周老爷有这个哑量 好 那就好 禀方啊 你陪我一起上街 去给他买礼物 我们一起去看若芸 走 好 我怎么想都想不到 这世红他妈 这会儿怎么会让步呢 虽然盼了这么久 总算是盼到了 可是 我心里总是不踏实 世红这次是下定了决心 才逼得玉夫人妥协的 要不是因为我当年的过世 若芸也不会吃这么多苦了 你的话 在若芸心目中就是圣旨 他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 也不会抛下我们不管的 后悔莫及啊 只可惜我们现在落魄了 不能再让若芸 从邹家的老宅 风风光光地嫁出去 是啊 不管怎么说 这里是瑜伽的房子 若芸从这里嫁出去 实在是太委屈他了 嗯 没错 若芸 是不该从这儿嫁到瑜伽 老爷 夫人 汪老爷是特地来送贺礼的 好 谢谢你有这份信 周兄啊 颜开若芸要出嫁了 我一点忙也帮不上 只能送点小礼物聊表心意 至于你们刚才说的 若芸应该从周家老宅嫁出去 我举双手赞成啊 因为只有这样 若芸将来也不至于被人说三道四 于情于礼都该这么做呀 你们放心 这周家老宅的事 过来安排 你做主 那我就成情了 可您这份心意 我们无以回报 周兄不必客气 若芸他毕竟也是我的 快 我的晚辈吗 汪伯父 您怎么来了 若芸啊 我听说你和世红耀结婚了 心里面特别高兴 所以特地送份贺礼聊表心意 北方快打开 王伯父 这礼物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你为什么不能收啊 若芸 我亏欠你的太多了 我只想弥补 这正好是个机会啊 我 若芸 汪老爷的意思其实是 之前都是因为雪梅的关系 才会让你和世红的事情 拖到现在 你要是不收下这份礼物 他会十分不安的 对对对 若芸 这份礼物 代表了我身为 我 我 我身为长辈的一点心意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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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无论如何 要把它收下 好吗 好吗 好吧 那 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啊 太好了 太好了 若芸娜 我身为父亲 看到你要出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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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想起了我的女儿雪梅 身为人妇 不能给她关爱 保护她 我感到非常的惭愧啊 汪伯父 父女亲情是天生的 雪梅早晚会想明白 回到您身边来 您就别担心了 若芸 谢谢 谢谢您啊 对了 我刚才跟你父母商量好了 说让你从周家老宅嫁出去 事不宜之 你们赶紧整理 我让禀风立刻去把周家老宅收拾收拾 明天一早啊 我们就搬家 那 我就 先走了 王兄 谢谢您 好 那就麻烦您了 谢谢汪伯父 好 好 你 好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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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心 天心 你怎么了 你回大殿 天心 你别下跌啊 天心 天心 你睁开眼睛看看爹 天心 救命啊 来人哪 救救我女儿 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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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哪 救救我们哪 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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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爹 爹前 天心 你要撑住 爹会找人救你的 爹不会让你有事的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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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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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